榮榮很喜歡問 你想要投誰啊 我跟你說我要投佳佑 大概就是這樣 榮榮是你的那個側翼 就是你的幕僚側翼要派出去 投票前一兩天的時候 跑過來跟我說 我跟你講很多人要投你 我就 但不免俗的還是要問一下 你現在是藍隊第四季的隊長 你現在的壓力是前三季的隊長呢 還是是另外兩隊 哇我現在的壓力都有 前三季的冠軍 就是第一季的冠軍 然後再加上另外兩隊的實力真的很強 就是我去看你們 曾經有過一次的那個現場 我發現你們壓力好大喔 但不是我們給你們的吧 那個壓力其實 你來的那天壓力是在對面 對面給的 對面給你們很大的壓力 你來的那天是黃隊 對 黃隊他們那時候的那個氣勢太強了 我們錄影的這個的上禮拜 你們才拿三連勝 也是黃隊 有很開心嗎 你看這個嘴角 嘴角都失手了有沒有 你們有拿過三連勝了嗎 三連勝有拿過 但沒有拿過當天的 連續的 但是這個心情是怎麼樣 要不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我們那一週你有看到 我們那三連敗那一週 我們就哭的哇沉默都比完賽 講不出話 我們那天贏完第三場 轉頭過去 黃隊的情況跟我們那時候一模一樣 我們看到只覺得 其實也沒有人覺得開心 就是覺得 當初我們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很能理解他們現在的心情 但我們就是感受到 第一次也感受到就是 應該說超越以前的自己 就是錢姐講的 所以等於是你們先跌倒 然後再慢慢的往上爬這種概念 對 前陣子因為許揚受傷嘛 對不對 然後補了一個扇純進來 所以現在隊長 因為那時候最一開始就看你們的時候 你們磨合 是因為也還沒有隊長的關係 然後現在隊長選出來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現在隊友一個新的人進來 你有打算怎麼樣照顧他嗎 就是讓他更融入這個團隊裡面 新的隊員來 其實我沒有做太多什麼事 因為他跟 你們本來認識嗎 他跟洪軒認識 他跟洪軒認識10年 所以一來的時候 他基本上已經算是打入一半了 然後他們兩個又一起打過籃球 所以他們的默契很好 所以他要融入很快 所以以你那個記錄保持人的身分 來評斷一下 你覺得他現在身體的素質 達到幾分的標準 我覺得有8分 扣2分是因為他的腳踝有傷 舊傷 舊傷是不是 他好嚴格喔 猜舊傷就要扣2分 不是 因為他進來的時候 我們那一週就是比跨籃 OK 所以他又不能上場 就 沒有 他有上場 他很拚 他上場 然後還有飛盤 就對腳的那個負荷壓力很大 我自己都沒有承受住 然後他承受住他還上場 現在他加入之後 有改變你們的那個嗎 氛圍嗎 場上的有 因為場上就等於多一個 就是他很懂戰術 很懂跑位 他可以 就是除了洪軒之外 又有一個可以 就是在團隊向的時候 給那個跑動的意見 然後會指導戰術 可是他不是私底下算 蠻安靜的一個 對啦 有 很吵嗎 所以已經變得很熟識了 就是 會開玩笑 對 因為你們副隊長就是太活潑 洪軒就是 氣氛擔當 還有那個陳瑜 他們兩個就是 陳瑜也是 對 對 他們兩個 我們從來不會有那種沉默的時候 基本上很少 就他們兩個安靜的時候 大家就是沉默 但是因為我們一開始就知道 你的身體條件非常的好 然後因為隊長這個人選 因為你們算是比較晚才選出來的 對 所以你自己有預料到這件事嗎 我們隊內還是有人跟我說 他想要投我 然後問我的意見是什麼 然後我 他有先詢問 對 對對對 這種事情可以先講嗎 我跟你講 放在心裡 最八卦的是誰 就是隆隆 隆隆很喜歡就是問說 欸 你想要 你想要投誰啊 我跟你說我要投家佑 然後就是大概就是這樣 欸 隆隆是你的 那個側翼欸 就是你的幕僚側翼要派出去 投票前一兩天的時候 然後一直跑過來跟我說 欸 我跟你講 很多人要投你 我就 我說確定欸 因為我那時候投的就是 我要投洪軒 我就想說我也要投洪軒 洪軒隊很強 然後很果斷這樣 但是因為那個 最讓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 因為你那個50公尺 就是目前是紀錄的保持人 但是你就是也很受挫的事情 是沒有帶領藍隊在游泳的項目 拿下勝利這件事 你自己現在還耿耿於懷嗎 現在是還好了啦 但是當時是覺得蠻可惜的 對啊 主要原因是我們本來女生對游泳沒那麼擅長 男生都蠻游蠻快的 但女生可能沒有那麼擅長 在水裡面 只有融融啊 只有融融 那你們不是有去練習嗎 有 你們有互相那個教學一下嗎 有啊有啊 就是每個都會教啊 然後還另外請了 多請了好幾個教練來教這樣 因為我就覺得我一個人教 可能不夠一次教那麼多人 然後德德可能也 我們兩個人沒有辦法教那麼多人 我們就一次又再找兩個 兩個教練 也是那種比賽的 全大運的比賽的選手 然後來教 所以我們那天其實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滿有信心的 但是只能說我們進步很多 但是其他隊也都有在進步 所以就覺得很可惜 是目前覺得最遺憾的一個項目嗎 最遺憾算是 開始練龍舟了嗎 有有有很早開始練 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以前國中就是龍舟隊 對 然後 但因為隊員全壞了 而且有男有女你知道 對 然後就是 尤其是有女生的時候 其實女生在裡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女生雖然說不是要力量要大 但是他們一定要跟得上 對 那個整齊度是會影響你的速度 對 然後還有那個插獎的深度嘛 對 有時候不是快就會贏 因為我們頭幾次練習的時候 我就會被教練說太快了 然後女生跟不上 對 後面的人跟不上 然後因為其他人他們是剛學 那我用我以前比賽的那種速度 不行啦 女生會爆掉 整個手臂就爛掉了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 越快越身越好 然後我那時候滑滑滑就發現 好像也沒有 就反而我很Lag 但是會一直打到後面的 後面的人會打到我 打到獎 對 然後他們就會亂掉 反而我這一排就很亂 因為他們跟不上 然後我就想 我就開始調整一下 後面就是 變成說我要大概知道說 大家現在目前大概能多快 然後慢慢進步再往上這樣 喔 而且我必須說 我們這一季 錢姐在練龍之後的時候 有做一件你們前面都沒有的 什麼 錢姐有滑 對他幹嘛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也沒發現 那就是 Charkle跟那個雲2 然後錢姐也到 然後到了時候 我們就上船 然後我們也沒有 不知道他們會滑 結果回頭一看 錢姐拿到獎這樣 然後就開始滑了 然後滑滑 重點是他前面做 我忘記做誰 那時候剛學 一個女生 我忘記是 詠容還是Like 剛學的時候會噴水 然後 他滿臉都是 滿臉都是水 然後就跟他 錢姐一滑這樣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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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滑這樣噗噗噗噗噗 然後整個口罩都濕掉 然後就這樣 哇 全身濕 然後大家Charkle跟那個 雲2在旁邊笑到不行 哎呦 天啊 但是我覺得 隊員的心理素質這件事情 你有 一一的去詢問嗎 你有在觀察嗎 其實有 因為我們也比到 比到現在是 已經好幾週了嘛 我們打到現在算是 季中了 對 然後就大概看得出 每個人上場的時候 大概在什麼狀況下 會可能會出現亂流 或是會低潮 那他有沒有辦法 自己挺過來 或是他沒有辦法 要怎麼幫他 大概都看得出來 那你如果自己遇到低潮 你會跟誰分享 我有跟淺姐講過幾次 就是可能是我在訓練上的問題 就是淺姐其實都會 因為他有很多經驗 他看過很多選手 所以他每次給的經驗就是 他會錄語音嘛 就大概講了 講了大概30秒1分鐘 我就 就好像懂了 就是第一個可能會向淺姐 稍微的求救一下 淺姐的話我可能是 真的真的沒辦法 我可能會去問一下意見 我可能第一個還是會跟那個Chuckle 因為他是助教 所以他會幫忙了解一下情況 對 因為我目前可能最常遇到的是 可能是腿受傷啊 或是小傷啊 就一些小傷小傷 這些會比較影響表現的 但因為你就是得安排上場的人嘛 可能他有受傷 那可能沒辦法上場 然後你就要補誰 又是一個 就是要一直拉扯這個中間 第一人是誰啊 然後第二個選擇是誰啊 然後他可能有傷啊 如果有傷那天狀況不好 我們就要第三個 然後就要一直關心 所以就是要很多條件要來分析 對 然後就是要一直 一直去觀察大家訓練的狀況 藍隊的學弟妹們真的是壓力很大 因為前三季給他們的一些壓力 然後現在因為你們又賽制是三隊 所以你們又有另外兩隊的那個 強敵們這樣 那因為你是隊長 你又得做出一個隊長的風範 就是大家可以垮掉 也許他們可能心態可以崩掉 但我一定要撐住的那一種 好久久 好 就是硬撐也要撐起來 就是不能 不可能說 欸 怎麼敵人站出來我第一個怕 我就不能做這件事情 我要告訴他們不要怕這樣 目前就我所知 藍隊還在落後當中 欸 這周 快追回來了嗎 這周其實比完的時候 其實都蠻近的 因為黃隊現在13 我們現在是9 然後紅隊8 你覺得有機會嗎 我覺得有啊 因為我們現在才一半啊 所以要追回來 要追回來其實是 其實是真的有機會 硬要問說 那現在受傷狀況都 復原的差不多了 大家就都有小傷啦 但這周我們是休 所以我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但現在目前的情況聽起來好像 就都已經在那個水平上面 就已經上軌道了 對對對 但是因為在那個參賽之前 就是因為你自己的身體 本來就有一些些狀況 然後後來是已經都已經 治療完成了嗎 治療是完成了 然後觀察期的話到今年12月 就剛好是賽季結束 觀察期中間 可以有這麼高強度的運動嗎 目前的運動 對我來說反而是 身體越來越好 抵抗力越來越好 所以它都是好的影響這樣 所以那時候是為什麼會發現 顯示那時候是骨癌 所以你是什麼原因發現 然後才開始 才去開刀 在前面最一開始的時候是酸痛 一點點酸痛的時候是 我剛好前一天丟棒球 我就喜歡棒球 為什麼會忽然丟棒球 我本來就喜歡棒球 有在打是不是 對啊 然後後來就是酸痛 酸痛的時候 我本來想說休息就沒事了 結果後來變成是那種 隨時都在痛 就是一定要吃藥才能壓住的那種痛 所以我就去看那個骨科 然後就說裡面就是有長東西 就骨頭就是有破掉這樣 就它那個隨時痛 是因為你的骨頭 就是一直被那個腫瘤在咬 對它就是你一直 骨裂骨裂骨裂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吃掉了大概半支吧 就是那一個部分 就是一半是腫瘤這樣 但是算很晚才發現 沒有到很晚發現 對因為我的那算是惡性比較低 所以它長得比較慢 但是因為我覺得你算是蠻 樂觀的在面對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自己個性 也沒有到很樂觀啦 就是有花很多時間 還是花很長時間去面對 那觀察期的這個最後的時候 要做什麼檢查嗎 其實就是定期的 半年一年去照X光 然後如果沒有疼痛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有問題這樣 剛剛那個REGAL的工作人員就說 因為那個在林佳佑就是 緋聞就是 的事情還是必須得問一下 但是不問緋聞 但要問嗎 還是問一下這樣 可以問可以問 因為不問感覺好像有什麼事 但其實是沒什麼事對不對 其實沒什麼事啊 真的 在車上待這麼久的意思是 其實那一週是 就是剛好是游泳比賽的那一週 Lucky是運動很強嘛 女狀元 就剛好她的弱點就在水裡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又是對她就是有蠻大的期望這樣 你知道我找了 她一個人喔 是對三個教練 三對一訓練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練的時候 她是一個人在這邊 三個教練圍著她教 教她游泳 但是因為她可能 真的在水裡面比較沒有 沒有那麼 那麼快開竅 適應啦 其實水性其實真的蠻難的 很難 水很難 尤其是換氣你要克服恐懼 然後我們只有短短的三四天 所以她有點 應該說失落吧 失落感比較重 所以在車上安慰她 也不只安慰 就是可能有點稍微折罵 哇又要折備 也不是只有折 就是我覺得說她可能 再努力一點 也許可以有更好的成績 因為她在測試賽裡面 也不是說游泳很糟這樣子 就覺得她的協調其實是好的 就只是可能剛好自己有一關 沒有辦法跨過去換氣 的確有點難 那個要嘛就吃水 要嘛就是嗆到 對 對 因為我們像光男生好了 男生就是要跨過換氣這一塊 也很難 所以 跨 要跨這一關 就只能真的是靠心裡要克服 就是稍微給她 指導了一下 對 要指導一下 而且加上她 比較沒有那種競賽的經驗 但因為你看真的就是那一天就是拍到 跟Like 對 然後 為什麼 因為聽說蓉蓉又 坐你的車也沒有被拍到過啊 然後陳玉也有嘛 你的車是誰還沒搭過我比較好奇 誰還沒搭過 錢姐 洪軒 錢姐沒搭過 錢姐自己有車 洪軒也自己有車 所以他們都不會搭你的車 對 許昂也不會搭我的車 他們都自己 自己有車的他們自己會到啊 所以等於是你有車的人要負責幫忙 都所有的人 對 就是其實我們就是順路就會去載 在這個全明星之前 其實也有作品嘛 對不對 就是也有參與過戲劇 然後也有出了一本寫真 然後那你自己對於未來的規劃呢 可能比賽結束之後 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就是繼續一樣往演員的路上發展 就還是得回到原本的位置上繼續發展 對對對 那反正我覺得就是 希望你們很健康很平安的 完成比賽之餘 對你們有多一點點的期許 就是至少進到季後賽裡面 這樣好不好 沒有問題 對 然後就是由衷的希望 就是前借也可以 就是安全的帶領大家 然後身體健康這樣好不好 好啦 再次感謝家佑來到明人說生活啦 謝謝 那我們明人說說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哈囉 C-Book 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林家佑 歡迎大家來追蹤 C-Book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